要养血,要养血,养血就有一个经典的方式 我们前面把它叫做四五汤 是不是,四君子尖皮意气的四五汤养血的 四君子再加个四五汤叫做八真汤 气血双骨是两方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用的是四五汤 四五汤的君药那肯定就是输地了 然后还有谁 当归当归嘛 再加个白勺嘛 血不仅要养上 还要让血怎么样冻起来 还要让它冻起来 所以四五汤当中不仅有养血的药 一定还要让血行的药 叫做串凶 所以这四味药必须有 那么除了这四味药 还应该干什么 一定要增强养血的效果 增强养血的效果 那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边再加养血的药物 谁还能养血 单身 单身单身之所以用了个单 单是红的意思 所以单身也有人把它叫做血身嘛 所以它既能养血又能够活血 当然在养血活血在养血的药物当中 除了单身以外 另外一个药物也非常效果好 我们把它叫做手污 合手污 但是合手污一定不能用生的 合手污 生的不能吃 一定要用制过的 所以手污 当然了 如果在药房去买饮饮片 基本上都用的是制手污 都是经过了炮制以后的 养血的药物有了 驱风 驱风用谁 驱风驱风就要消风 让风邪去除掉 所以一说到驱风 目的是要止痒 一说到驱风止痒 我想有一个药物 大家都应该知道 叫什么啊 禅义 哪儿的疾病 皮肤的疾病 既然是皮肤的疾病 就要用个啥呀 就要用个白鲜皮 就要用个白鲜皮 驱风止痒的药物当中 除了禅义白鲜皮以外 有着很好的驱风止痒效果 那就是那种白鲜 白鲜皮这个药物 白鲜皮这个药物 我想很多从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 在熟天的时候 地里边一下雨 地里边就会长出一个小苗苗来 小苗苗最后再长一条腕子 一条腕子 拉了好多腕子 腕子拉得很长 然后那个上面会长一种和狼牙棒一样的那种刺儿 最后如果干了 那种刺儿就会一个刺儿掉一片 一个刺儿掉一片 有时候我们在地里边一走 就会扎到我们的衣服上 驱风止痒的效果非常好 叫白鲜皮 当然凤鲜我们还得防它了 是不是要防它 那我们就得用防风了嘛 但是同志们一定要注意的是 从整体上讲 它是血虚导致的生风 血虚生风以后 在这个疾病里边 由于它痒了 所以它常常有和死血 所有的皮肤性疾病 尤其是皮肤损害性的疾病当中 比如说 我们现在所说的 神经性脾炎牛逼犬 包括西医里边讲到的湿疹 包括西医里边讲到的银血病 这一类的疾病在治疗过程当中 不要忘掉死血 所以又死血就怎么办 就得造湿或者立死血 那么造湿的药物也是很多的 比如说黄连黄白黄禽 它都具有造湿的效果 但是呢 不论黄连黄禽还是黄白 它们都比较苦 口感不好 那我们就欢个 能够造湿血 还能够口感比较好的药 那就是仓主 仓主 驱风之痒 羊血 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边 问题应该解决掉了 告诉大家几粮 输滴10到15克 当归9克到18克 注意 当归不仅仅是个养血的药物 它平时 它同时还有着润肠通便的作用 所以如果在用当归的过程当中 患者 如果大便比较糖 大便比较稀 次数比较多 那当归的量就少一点 如果有些人讲了事 我大便就干的不得了 那你可以用力量稍微大一点 生白嫂15到30 穿熊6到9克 单森12到18 置手屋10到15 禅衣6克到10克 白鲜皮9克到12克 白鲜皮10克到15克 防蜂6克到9克 仓柱10到15克 洋血的目的 是为了驱风 消除内风 消除内风的同时 我们还不要忘掉外风的影响 所以既要清除内风 又要防止外风的侵犯 以及嗜邪的产生 所以从整体上来讲 这么一个方子 完全符合了 完全符合了 这个疾病的病理机制 如果你要问这个方子 有什么样的组方构成的 从经典的方子里边 素汤 不用说了吧 那这里边还有什么样的方子的含义 还有着消风散的含义 消风散 消风散就是驱风的 当然了 针对患者这种慢 这种疾病都是一个非常慢的疾病 但是这种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 他常常可能这两天比较严重 一严重了 痒的一严重了 患者就会去挠 所以这种患者的皮肤表面 不仅仅是苔藓样的改变 皮肤变厚了 经常患者来了以后 我们能够看到 在皮肤损害的周围和皮肤损害的部位 都有患者挠 抓以后的那种痕迹 甚至有时候是血淋淋的 患者来了会告诉你 说 我养的不行 我就想挠 我就想把这层皮把它截下来 挠到什么程度上 挠到局部出血了 他可能感觉就会舒服一点了 但是要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种疾病的的确确 痒起来是专心的难受 既然是专心的难受 因此常常就会出现什么呀 夜卧不安 难以入眠 所以它又会影响到谁 它又会影响到神 影响到神了怎么办 那就要让神安下来 所以要让神安下来 那我们就会经常食用 阳血安神的药物 两味药大家应该还记得 所以我们经常会用 夜焦藤和和环皮 那么夜焦藤用多少 15到30 和环皮15到30 这样就把神的问题 也把它顾上了 那么这个疾病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提醒大家注意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 饮食上清淡饮食 避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其二一个 它很痒 但是大家尽量别去脑 如果它实在是痒的 你无可忍受 你实在忍受不了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配合点西药片了 比如说西药里边 抗阻胺的药物 像吸体力禽 塞根钉 或者路雷塔钉 这都是可以的 然后把它一吃 把你的痒就能够减轻 但是它仅仅是从一种 敏感性的角度上 来进行治疗的 对这个疾病的根本性治疗 是没有效果的 只是痒的实在没办法忍受 可以配合点西药片去吃 尽量的别去脑 在脑的过程当中 脑的过程当中 你把它挠烂了 挠烂了那个地方在肾血 不仅仅是个肾血 因为你在脑的过程当中 它会掉下脾气 如果那种很小很小的脾气 这个时候就有可能 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去 有人这样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这个东西跑到里边去 它作为一个敏感员 又会引起其他部位的症状 搔痒会更加重 所以尽量的避免去挠 当然还有一些同志 由于这个上面有时候经常脱屑 皮肤比较厚 所以洗澡的时候 就要求水温 千万不要过热了 水温一旦过热 它就会对皮肤造成刺激 一刺激你就会痒 一痒了 那你这个时候就不是挠了 就有可能拿个搓澡巾 使劲的在我地方搓去 所以尽量避免用搓澡巾去搓 同时在洗澡的过程当中 最好用的是什么呢 性质比较吻合的沐浴露 不妨用点婴儿的东西 用点婴儿的 它的刺激量要小一些 成人的沐浴露 它里边的还是碱性比较大 因为我们的皮肤 本身是一种弱酸性的皮肤 所以尽量的用点什么 用婴儿类的这种沐浴露 或者婴儿的这种香皂 这都是可以的 皮肤类的疾病 还应该注意的是 保持足够的睡眠 一定不能熬夜 所有皮肤类的疾病 都不允许大家熬夜 因为我们皮肤细胞的代谢 是晚上为主 尤其是在子时左右 从十一点左右到两点钟 这个时间段当中 是皮肤细胞代谢最旺盛的时候 所以既然它的皮肤细胞代谢很旺盛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进入到深睡眠里边去 让它的皮肤细胞已经良好的代谢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能够用药物积极的治疗 第二一个呢 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的是 只所以中国人把它叫做牛皮选牛皮选 不仅仅是因为它那个皮肤长得像牛皮一样了 还有着另外一层意思 难支 那就说明很慢 所以这个疾病的治疗不是一着一洗之功 一定要有着什么 耐心 当我们喝汤药喝的把症状控制住 明显减轻了 皮肤也逐渐的在好转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药物怎么办 把它打成粉 或者做成碗 这样再吃上它一段时间 慢慢的就会好起来 反正一个问题 所有的皮肤病都非常难 治疗起来都非常慢 因为它里边有死血 死心粘枝 死心不爽 它的病程 本身就长 好了 关于牛皮选 或者说神经型皮炎的问题 就讲到这里 但遗憾 还没有